晚生蔡丰元 状告当堂县令 逃梦 大胆 逃梦 举头三尺又神明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 因虎因你含冤而死 你当真能够睡得安枕吗 若同英红 真的是含冤而死 我一定为他主持公道 大人 真的相信了蔡丰元的无端之词 他的话当然不对 但是他的伤心 却是情真意切 必定是对大人有所图谋 坏了 我忘了问他 与童小姐是何关系了 一个堂堂的县太爷 怎么挨家挨户的去找人 不大合适 蔡公子莫要被这个姓陶的给骗了 明明是他卧英红姓名 全程皆知 可他呢 却面不改色 谎话连篇 只要有崔炯在 定会帮你讨回公道 陶大人可知 死去童府的目的 不知 难道 依锤夫人 也觉得童小姐死有蹊跷 你相信那击鼓之人 击鼓是击对了 但告的对象 却搞错了 若是被冤之人已死 却连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冤死的 大人代要如何 所以 我才要做个好官 陶大人是前来验尸的 我家大小姐已经发丧 恐怕现在已经埋了 难道 是童小姐的尸体有问题 原来他还有同党 怪不得陶大人对他百般忍让 其意 就是想让他自己反省 在看人这点上呢 顾公子确实有达他过人之处 若是换作顾舍来审治件案子 恐怕早就已经水落石出了 需要别人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那顾舍又不是神仙 说不定啊 他是听了你的分析 才看出的端倪呢 你不要以为你是丹阳县令就可以为所欲为 英雄宁死都不愿嫁给你 只是因为他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啊啊 你说的没错 是我逼死了他 可有想过 万个先生 如果是你的话 我愿意 陶大人这债 逃得可真快啊